我們根據Marvel的指引 他們的要求很高 只是手我們都玩了兩三個小時 當時意識到 不需要整個身體都是這麼高度 我們可以將頭和手高度 其餘是可以標準的 Marvel的上戲 大家除了看梁朝偉之外 相信接下來就是會留意到 它好型的武器實還 而為了做到最逼真的效果 無論是道具還是戲服 都要為演員去度身訂造 怎樣才能做到最適合的十環呢 就是要幫演員做3D scanning 而原來這部分是由香港公司去負責的 那套衣服是一定要度身訂造的 梁先生是飛過去荷里活去做3D掃描 製作公司他們都考慮過 整個package 聽說都很貴 製作公司嘗試在香港搜尋 看看有沒有電腦公司可以 能夠當地做到這件事呢 剛好就找到我們 我們準備一些3D model 然後將3D model交給後期製作公司 後期製作公司去拍攝 我們還要很細節地掃描演員的兩隻手 因為這套電腦是有一個手套 而且很著重它有十個環 他們都說的 根據Marvel的指引 怎樣掃描 因為他們有一套很特定的掃描方式 他們的要求很高 要我們掃描皮膚紋 只是手套我們都玩了兩三個小時 因為手凌空去掃描 他們很難定得到 我們反覆要掃描很多次 最終是完成到交貨 電影廣告後製 他們都是難請到適合的人 我們用三維掃描去取代人手 一秒鐘我們已經掃描完 大約15分鐘 你的3D模特兒會計算完 便出現 例如打仗 我只需要掃描十個 我掃描十個不同規格的士兵 我把3D模特兒收拾好 然後我可以交給後製公司 它可以複製到200、300 你一樣可以在後面互打 所以這個會應用得最多 我們接下來都會覺得 這件事是最大樓的市場 無論廣告或電腦製作方面 其實iPhone本身已經做了 3D scanning和打印超過20年 但當3D scanning變得越來越普及時 它的技術就好像變得沒那麼值錢 而為了可以持續發展下去 iPhone就決定轉型 利用了演算法研究出來的軟件 配合雲端計算去特位移出 開始踏入電影業 如果你用太多掃描的3D模型 你整個場景就會很重 我們的技術就是 把很複雜的三圍數據點 把它減化 以前的技術 它們就是會把減少了 polygon之後 它們的質感會減低了 即是會很模糊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部分 將它在雲端上去計算 如何將一個低密度的3個型 貼上一個高密度的相片 這個自動化流程就需要 整合很多不同的軟件 軟件的知識 以及一些電腦的軟弦的運用 其實現在我們都已經是將我們 那麼多年採集的一些資訊 作為我們接下來用AI計算的一個大的方向 我們現在整個流程 大約是70%到80% 是可以做到自動化的 是我們自己去那麼多年的經驗 去摸索出來 不單止是電影 無論是遊戲、廣告、電影 都會幫助到 自動化流程的確幫製作公司 省了時間成本 但始終每個客戶 或者是製作人 都會對美麗和不美麗 有不同的定義 所以人的面容表情 例如加上骨架 皮膚紋理、光暗、動作 這些後期製作 都還需要很多人手和時間去做 雖然是這樣 但已經比以前快了兩至三倍 令到以前不可能做到的製作 都變得有可能 剛剛王子華拍了一個銀行的廣告 製作公司只有10天 就要出街了 這條片我們看回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不是很像 有些假的 看那個人知道只有10天 我就相信會覺得是不錯 因為製作時間 在這裏 某些部份是不能加快的 我們用了我們自己去計算 高溫度計算 然後再貼一些高溫度的質感 雖然這裏是加快了 但奈何去到最後製作的部份 例如臉容加不同的骨架去移動 都是我們所說的要人手眉調 隨著AI的發展越來越迅速 人類和AI之間的矛盾 亦有真無減 大家應該還記得 上年荷里活大罷工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人工智能應用的問題 演員要求資方承諾 不會使用AI 和電腦生成的面容和聲音 來取代演員 但Ivan就說 最重要是想辦法跟他們共存 離開了他不用 或者是很避免他 我想就不應該的態度是這樣的 反而是 如果好像我們自己的心態 就是我們會不斷地轉型 或者是去增值自己 去做其他更加有技術含量的事情 我覺得會利用他幫助 會由20天的工作 可能會變成一兩天的工作 這個工具多於怕了他 對於電影製作來說 是省太多成本 反而就是剛才我們所說 在效率性上 因為真的如果用了數字人去拍 後面的一些場景 是我不需要NG 我真的不需要NG 導演喜歡怎樣拍就怎樣拍 在電腦場景上 做到這個 我們叫做數字人 去參與了幾部電影 其實真的 真的發覺到這件事是幫到手的 令到整個拍攝的過程順利了 不是說只是針對電影去做 廣告和遊戲 甚至乎我們都是想整個 產品是面向一般的公眾 換生活 樂科技 銀華-K 好期待 快點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